觀音放風當花蝴蝶 孤女兒冷落老公吃泡麵 你們還要牽手嗎 感覺自己還要關沙甲 這泡麵太美了 觀音老公要痛苦了 才玩笑的 旅美設計師Anna Hu 今天在台北發表 蝶樂系列珠寶 哇 Anna清楚拉大提琴開場耶 真的很開心能夠搶遷 帶到八隻蝴蝶的其中兩隻 觀音暫時擺脫媽咪身分 以品牌之友美美的出席 人不能太貪心 要先focus一件事情 我今天能出來跟Anna一起 短短的時間我就很開心了 拍戲要太長的時間 我可能要等 我不曉得耶 我可能還要打動我的劇本 可能暫時無限期 Anna也是好忙飛來飛去 上一次跟這次都說 要來看我小孩要看 但是真的一直就 我們就一直錯過時間 你再不來 他已經要拚另外一個人的樣子 Anna身兼人物 設計師品牌老闆 還要練大提琴喔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有時間 你的時間管理一定很好 你要練琴 你要創作 要帶小孩 然後要烹飪 要轉行業 對啊 有睡覺 有 萬一光灘女兒CC 就與你不在相 每天真的都在忙 這些碎碎事情 然後剩下的時間 才有時間去做自己的事情 他覺得很好笑 他覺得 然後就有點酸 就說 你對我都沒那麼用功 那麼認真 你對我都沒那麼用功 他沒有吃味道 沒有耶 很多泡麵吧 等到 等到